博多禄前书第二章 所以你们应放弃各种邪恶 各种欺诈虚伪嫉妒和各种诽谤 应如出生的婴儿 贪求属灵性的蠢奶 为使你们靠着它生长以致得救 何况你们已尝到了主世和等的甘疑 你们接近了它 即接近了那为人所摒弃 但为天主所精选所尊重的活食 你们也就成了活食 建成一座属神的殿羽 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 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终越天主的属神的祭品 这就是经上所记载的 看 我要在西庸安放一块精选的宝贵的基石 凡信赖它的 绝不会蒙羞 所以为你们信赖的人是一种荣幸 但为不信赖的人是 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 反而成了乌角的基石 并且是 一块绊脚石和一块使人跌倒的磐石 他们由于不相信天主的话而绊倒了 这也是为他们预定了的 至于你们 你们却是特选的种族 王家的司祭 圣洁的国民 属于主的民族 为叫你们宣扬那游黑暗中照叫你们 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荣耀 你们从前不是天主的人民 如今却是天主的人民 从前没有蒙受爱怜 如今却蒙受了爱怜 亲爱的 我劝你们 做侨民和做旅客的 应戒绝与灵魂作战的肉欲 在外教人中要常保持良好的品行 好使那些诽谤你们为作恶者的人 应见到你们的善行 而在主眷顾的日子归光荣 服从于天主 你们要为主的缘故 服从人力的一切制度 或是服从帝王为最高的元首 或是服从帝王派遣来 惩罚作恶者 奖赏行善者的总督 因为这原是天主的旨意 要你们行善 使那些愚蒙无知的人闭口无言 你们要做自由的人 却不可做以自由为掩饰邪恶的人 但该做天主的仆人 要尊敬众人 有爱弟兄 敬畏天主 尊敬君王 你们做家仆的 要以完全敬畏的心服从主人 不但对良善和温柔的 就是对残暴的也该如此 谁若明知是天主的旨意 而忍受不义的痛苦 这才是忠悦天主的事 若你们因犯罪被打而受苦 那还有什么光荣 但若因行善而受苦 而艰辛忍耐 这才是忠悦天主的事 你们原是为此而蒙照的 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了苦 给你们留下了榜样 叫你们追随他的足迹 他没有犯过罪 他口中也从未出过谎言 他受辱骂却不还骂 他受虐待却不报复 只将自己交给那照正义行审判的天主 他在自己的身上 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过 上了木架 为叫我们死于罪恶 而活于正义 你们是因他的创伤 而获得了权欲 你们从前 有如迷途的亡羊 如今却被领回 归依你们的灵目和监督